中学民凭市开考 校生再次戴着口罩入市场 出生03年又是辟贤 现在考DSE18岁又是肺炎 整件事考学就有点诡异 过去一年多 学生大部分时间回不了学校上堂 很多时间我们都在家 对于一个从来不会自己在家写 读书的人来说 自学和自立就真的比较困难 开考前职 学校搞的毕业活动 又是否弥补到学生过去一年 失去的相聚时间呢 记忆里面的中学生涯 就只剩下方科那一年 没了 然后就 今天在徐席 我就在家里继续温书了 今天是做数学MC 识一半不识一半 我都只会去玩 简单的题目都是识 但是难一点 很多角度去找一些答案 就想不过来 票印是今届民平市考生 去年的圣诞和新年假期 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里温书 这种生活已经成为他的日常 受到疫情影响 全个2020年 他只有四个月时间回到学校上堂 我觉得这一年很快过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东西 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 上堂其实都只是每一天都坐在那里 对着电脑 然后下午就在家 可能温书 吃东西就不会出街了 就是少了很多节目 温书的进度不是特别理想 虽然在家里温书 但是始终会冷散了一点 想睡觉的时候就去睡 想吃东西就去吃 如果自己自制力比较差 我温书的时间就会变少了 变相下屋的时候 整体成绩会有下降 完了吗 这次思考好一点 然后进一间好一点的大学 20年初 疫情发发 那没得上学了 放假放到五月多六月了 我是去到五月多六月才第一次 拿起筷筆写着 今年是2020年的一月多少号 今天2021年1月4号 回到去 开始真的迎接这一次DSC的时候 心情有很大的转变 现在去吃个早餐 因为 由上年开始发现 如果吃个早餐 上课会不会那么辛苦 我那么累 否则 以前上课可能真的闲着眼睛 疫情之下上学校 无论是过着校园生活 和同学又说又笑又好 还是可能上课的 学习到吸收到的东西 都真的知道2021年 会是我中学生涯的最后一年 所以有点不舍 不过重新上学三天之后 Heinz就告假 去死因庭 旁听周智乐的案件 因为他是案件的其中一个证人 因为会是 想裁判官引导陪审团 对这件事进行一个判决 今天就特意过来旁听 我妈也不知道我今天过来 家人也不知道我今天过来 周智乐堕楼当晚 Heinz是其中一位 在现场为他急救的义务救护员 他承认参与社会运动 影响到他的学习进度 去到今年一月 他都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准备公开市 不是只是这个写厅 会影响我心情 而是由19年6月开始 不同的工作活动 已经开始影响我心情 本身我自己设定了阶段 可能19年暑假的时候 就要完全进入认识的状态 但不同的示范 完全是影响我 可能周六在外面有些公众活动 可能是游行 可能是习惠 就很晚回家 个人很累 可能周一就学不回 或者是不断辞连扰 去年是完全放屁了那人 资料派 自行给大家提示 如果更接 aj 在学校 坐在我旁边的同学 还有老师都可以 职业 至即相反飞扰的人 疫情之下 面授課堂在過去一年多上下又停下 今年年初 教育局規定中學 只可以安排六份一學生回來學校上課 今日回來的學生 全部未來都要考文憑史 要上網課系 應該在去年新年 周輝放完假的時候我聽到 我就會開心 有多幾天假當然要玩多一會 怎知道那幾天假變了幾個月假 一放暑假就意識我 不是 我讀完中五要升中六 中讀要考DSE 好像沒了半年 真的有機會學習的時間 當局規定 學生只可以留在學校半天 他們上完三個小時的課後 馬上趕到禮堂 在中五放學前測驗數學 還不想考DSE 你已經知道了 就讓你認認真真 看看你做到多少 Brian說 由於去年太長時間沒有上學 成績曾經明顯滑落 坐在旁邊 整班都是這樣 全部人的平均分都會低了 狀態都是很低迷 難度在於很多以前雖然已經學過 但在網課期間很少會用 腦筋轉不了 即使是想一條比想像中簡單的題目 但都要花額外力去想 很廢神 距離開考剩下兩個多月 他說還未找到考試狀態 希望有多些機會 和同學一起操卷 一起做卷的時候 可以灑一灑在旁邊 是否認真地做 看到我前面那個是沒有停過手 我停了手 是否要輸給他 我就是怕會說不上去 就是有一種很想和人 增強鬥勝的感覺 都會有一個大一點的目標去追 走了六年 最後覺得好像是最後幾次走 以前會嫌棄為何要回來上學 但是現在就真的到最後一天 然後到成人來就 才知道沒有什麼日子可以回來 就是最後一個十二學 OK 條印你進去上學 是參與學校的成人禮 這個活動是他們考民憑史之前 最後一個校內大型活動 學校子的成人禮 就應該是我們大了 是一個成年人 要為自己所做的事 和自己的前途去想 去負責任 對我自己來說就是 跟同學們接近尾聲的這種分別語式 大家好 光陰事戰 讀你的中學生人 眨眼就過去了 寧負以為 可能三四月左右我們就復課了 誰知道其實到三四月都不OK 最遺憾在課室上課的時間沒有多少 雖然說回到學校上課 你又不想上學了 但是你不在學校上課 又好像欠了很多東西 上課的時候 你和前面聊聊天 看著旁邊同學在睡覺 對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回憶 拍完十五次 再拍完十五次 禮堂的座位 因應當局的指引 保持社交距離 直到拍照的這一刻 拍完一張椅子過的時候 原本有那麼疏的距離 變了零 初過前那位說 終於有些感覺了 我真的會很捨不得 捨不得同學 剛才跟同學在一起 其實都是很普通很正常的感覺 但是到現在這一刻才來 記憶中的中學生涯 只剩下方科那一年 沒有了 霹館沒有了 運動日子沒有了 聖誕聯呼沒有了 上課日子也沒有了 高中生涯 我覺得不應該這麼短 應該有更多活動 還是會有一點點遺憾 但是我也很開心 可以跟同學 曾經有這麼美好的回憶 We are Sixing 現在有什麼願望 我現在不成熟 不成熟 我拍完的應該 我的手應該都夠長 你看到我的鏡頭 最想做一件事 跟朋友出去玩一天 約了很久 但是一直都做不到 我想燒烤 想流冰 想吃東西 看電影 逛街 真的有很多東西想做 流冰想了很久 原本是想著去年 考完中五的下學期大考 然後就出去跟朋友去留冰 剛好那時疫情 但是又反復回來了 所以後來也是取消了 不僅是 Unto 空氣 我可以別的 我只是看一面 或者是不當中的 而這個月 是不停了 寫身取義的心人皆有之 不只是贤者有第一分 还有个几月就考闻朋友的信息 由三月开始 经常约朋友一起温书 跟朋友一起温书可以互相独捉住 自己一个温书的时候 可能温温一下 然后看到手机有讯息 然后又开了 温度真的累 可能真的摊上床 一摊上床 应该就去到第二天的转捉 今天就洗脱他 是不是脱掉他 Hins 说自己中五那年 几乎没有认真读过书 因为那年壮政反修例运动 他有份搞罢货 也有出去做义务救护员 到想追的时候 就壮政疫情来到 中四那年 其实考得正正上是不错 大家上读中五 不是因为社会运动 真的投身一些社会事务 完全是影响自己的学习 搞社会运动可以读书 确实是可以读到书 但是搞社会运动的人 会很容易被一些新闻 会被社会上的一些事 影响自己的学习动力等等 之后想追回的时候 我真的发现 跟其他人的距离越来越转 我开始追应该是 在社会运动开始 慢慢慢慢 比较平息的时候 二零年的一招二招 疫情就在香港爆发了 影响我 想着可以追回其他人的进度 经常都跟朋友说 就是我们这一届 或者我们的上一届 反而是考虑自学的能力 因为很多时间 我们都是在家里过 对于一个从来 不会自己在家里 写搜索温书的人来说 自学和自律 就真的比较困难 他说这一个月会努力温书 目标是入法律系 但是他对这场公开试 其实充满疑惑 会质疑自己 为何还要考试为何 文贫士 未来会有一个大改变 中文科不同 英文科不同 LF整个科变了 香港不同大学的排名 会不会因为这些事 而有所下降 考刑的文贫士 拿了一个香港学位 之后会不会贬值呢 无人知 Brian从1月开始 每天放学之后 都在家里上网课 学期在复活节假期前职 终于完结 畢竟是最后一课 但是 要是用Zoom的形式来想 是有少少美中不足的感觉 罗特sir是由我方一 已经是我班主任 但是现在最后一课 有没有一个很好的 说拜拜 就好像开始了 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的结尾 坐在家上了年纪网课 他说其实到这一刻都没惯 看电脑幕是 看得头晕 晕 自然就想睡觉 自然就不会晕 打机可能真的看电脑幕 不会有这些问题 打机动态 很少静态 出生那一年 03年又是肺炎 现在考DSE18岁又是肺炎 整件事巧合到有少少诡异 不止特别 还很诡乏 Brian上网课的时候 爸爸有时都在家 他说从没想过 我个儿子要上这么久的网课 SARS疫症期间 说了时间都是几个月时间 都可以处理得到 现在全前后都十几个月了 自己外面做事 都说有个压力 会不会在外面中个招 打人回家 妈妈也在医院里工作 这段时间都担心 会带到病毒回家 配合医院工作的关系 现在都在酒店那里住宿 一开始回到学校 其实是紧张 因为已经知道中学生涯 剩下的时间就是剩下几个小时 明明中六 中学生涯好像在欠缺点 很少的感觉 差了本来应该有的drama 还有每天放学之后一起玩的时候 可以去打球 但是现在又没了这些时间 过完过崇拜之后 有一种得到释放的感觉 我竟然是以前中六的我 现在是考DSE的我 将准考证提醒到我是真是一个DSE的考生 之前是要要无期 他到又到 谁知道现在真的到了 现在真的要应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或者是拿A 那我可以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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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天和全班 加了27个人一起上课的日子 上年的圣教联欢 都没有了拍照的机会 现在拍照基本上是很难得的机会 应该是永远想要记得 证明过我真的在这里读过书 然后又跟他一起上过堂生物过 来到开考前的最后倒数 三位考生各有打算 飘欣选择自己在家温书 每天10个小时 他将文化管理课程 放在大学联招的第一位 但是他说在疫情下 要找到想读的大学科目 其实不容易 不是说每个人都有 一个很大的目标 有些人就 就是说很想我做老师 很想我做护士 但是我找不到 疫情就少了很多机会 去接触这些资讯 虽然有时候有online的talk 但是有时候同学就未必会去留意 考完这一次之后 要再做多些research 去找一些不同方面的科目 究竟是怎样 这样分 哎呀 recase to Hins就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 一早出门口和朋友一起操卷 今天在这里 其实就是做一些数学的一些plus paper 做下去呢 都还是跟一如以往一样 就是都是觉得这么complex 不是啊真的很辛苦啊 所以说四个读素就好了 现在这一刻而言我还是觉得是信心不足的一个阵子 不过是八十一吗 其实每天做完这些卷回到家之后呢 都很想在家里疯狂地大喊 就是想释放压力是一种心理 头都大了 他一直关注时事 近来都还有看新闻 但是他说这一刻他最着紧的已经变为自己的学业 直接是一个重心放在我考试堂 我不希望文贫士可以影响到我这么多 但是我是没有得作出这个选择 除了下一个星期 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跟那种压力共存 Brian这一日温书之余 也都落了球场打球 平均是一个星期来做一次运动 个人不会那么局促 可以放松一些专心去读书 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间 他几乎足不出户 他说现在不想再这样 最尝试的一个月没出街 食物 家人买回来吃 或者自己煮个杯麵吃就算了 除了没动力外 还怕外出会感染 那时身体很散 个人很呆滞 没什么活力 下来做运动 不知是否因为有太阳曬着我 或者有做充足的运动 吸多了气之后 我个人是会精神一点 少一点负面情绪 今天第一天下午闻闻事 我的心情很紧张 有点啰啰乱的感觉 个人很不耽敌 昨天都不知道算睡不睡得着 我从8点上床 滚滚滚滚 滚滚到12点多我才能睡得着 我地点到家 想着过去过那个三年学过过什么 过去那两三天술学过某些什么 因为我怕睡醒之后 或者说什么 我会忘记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今年几乎所有日校考生 都回到自己的学校考必修科 但即使在熟悉的环境应考 心情都很不同 平时考摩我已经知道不计分 所以我可以很放心去写我的卷 即使写失了 我都可以当是试试 但今次DSE出的成绩是 成绩单独 我不能胡试试 我要很谨慎地写我每一只字 在疫情之下做文贫士的考生 会觉得有额外的压力 因为疫情和停课 是很扰乱读书的进度 过完之后 去追回读书的进度 亦都是试倍功半是很辛苦的 我希望那些师弟师妹 能够正常常过完高中三年 不用停课、网课 终于能够正常过完 终于能够正常过完 终于能够正常够正常过完 地课 虚估愿者